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俄国天才作家尼古拉·果格里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这个书名啊,很多人都知道,并不陌生,不过一般人知道的是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鲁迅先生是在1918年写的这本书。 那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其实,鲁迅的《狂人日记》,脱胎于果格里83年前的同名小说。 一部作品能穿越83年的漫长时光,像火星一样点燃另外一个国度的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果格里艺术天才的证明。 俄国小说巨匠托斯托耶夫斯基曾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从果格里的外套里孕育出来的。 这句话里的外套,指的也是果格里的一篇同名小说。 所以你看,果格里对于俄国文学也是祖师级的人物,不过如果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亲口承认,那普通读者恐怕很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 因为直观地看,果格里明明是俄国文学里最奇怪的那个异类。 怎么说呢? 俄语文学给世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啊,是宏大严肃、悲情和坚韧的。 普希金有几句快智人口的诗啊,是这么说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哭泣,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我觉得这几句诗就很能概括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 俄罗斯小说里的人物,不论是出自托尔斯泰、契赫夫,还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似乎总是挣扎在冰寒严酷的环境当中,苦苦守护那一缕灵魂的火庙。 然而果格里的作品呢,却和这种俄罗斯式的严肃悲情相去甚远。 果格里的作品是喜剧的、搞笑的、充满了随心所欲的游戏和匪夷所思的夸张。 你不能说果格里不关心社会现实,但是他的手法却往往是超现实的。 如果说卡夫卡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那么果格里就是卡夫卡的先驱。 果格里去世63年之后,卡夫卡才写出那个精神骇俗的变形记,让人一觉睡醒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其实,类似的构思,果格里早就在一篇名为《鼻子》的小说里面写过了。 有很多研究就认为,卡夫卡确实是受到了果格里的影响。 你看,果格里真的是一个文学天才啊,不仅深刻影响了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也深刻影响了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进程。 要理解果格里,我们不妨把《狂人日记》当作一个最好的切入口。 下面的讲解将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讲讲《狂人果格里》,为你介绍一下果格里本人精彩而疯狂的生平。 第二部分,我们来讲一讲果格里的《狂人日记》,分析一下果格里笔下的《狂人》是如何疯狂,有为何疯狂的。 那第三部分,当然还是得谈一谈鲁迅的《狂人日记》,让他对比一下果格里的同题元素,看看鲁迅先生到底有哪些继承和超越。 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一部分来说说《狂人果格里》。 果格里的人生啊,真是充满了矛盾和谜团,他很分裂,既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也是精明的投机取巧者。 这种分裂最后就走向了疯狂和悲剧,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各种具体的因果。 可以说啊,果格里的人生也像是一篇奇怪的小说,给人留下了无限的唏嘘和瞎想。 果格里的全名叫做尼古拉·瓦里西耶维奇·果格里·亚诺夫斯基,他是1809年4月1号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算不上是师身阶层。 当时呢,当地新出台了一个法律,要剥夺非师身人口的一切土地和财富,于是果格里的祖父就伪造了身份证明,索性给全家身份来了一次大升级。 所以你看啊,果格里人生的起点就染上了投机和伪造的色彩。 当然,在那种不公正的法律面前,人很大程度上是被逼着去造假的,而果格里对社会不公和执念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小时候的果格里啊,其实并没有展露出什么艺术天分,但却胸怀非常远大的理想。 在1827年,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啊,他给舅舅的一封信里面就这么写道, 很久以前,在几乎还不懂事的时候,我心中便燃烧着永不止息的热忱,希望自己的一生对于国家的美好未来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到了他19岁中学毕业之后呢,果格里就离开了母亲和家乡,来到了圣彼得堡。 他原本啊,是想当法官的,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社会不公了,但是这个职业对于一个乌克兰的年轻人来说,自然是不可能啊,果格里最后只能当一个小公务员。 这个时候,果格里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一开始他模仿德国浪漫派写实,结果恶平如潮, 他甚至不得不自费把出版的事全买下来,然后烧了。 不过很快,果格里就精明的看到了新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写老家乌克兰的故事。 当时啊,俄国小说市场上大多数都是模仿英法小说的三流作品, 而果格里创作的一系列《乌克兰乡野传奇》,在题材上是非常接地气的,也展露出他特殊的喜剧天分了,连普希金看了都大加赞赏。 据说印刷厂的牌子工人看了,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举个例子啊,果格里写,一个乌克兰乡身被姑妈强迫迎娶邻居家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儿。 她晚上啊,就做噩梦,梦见自己房间里的单人床变成了双人床,床上竟然有两个妻子。 她转头一看,房间里竟然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妻子。 她逃出房间,热得取下帽子,不料帽子上也坐着一个妻子,她拿手帕擦汗,口袋里又摸到一个妻子。 哎,这个梦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啊,她倒转了粗俗的春梦,让男人被突然冒出来的很多女人逼得无处躲藏,迥态毕露。 顺便一提啊,这个故事也能反映出果格里她本人对于婚恋冷淡的态度,这也是她身上的谜团之一。 就这样,凭借着乌克兰系列小说的名气,25岁的果格里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圣彼得堡大学的历史教授。 但是果格里本人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自知,她讲课经常弄错时间,还经常装病缺课,混了一年半,终于被学校开了。 但是果格里并非是普通的骗子啊,她的欺诈里面有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成分。 作为一个曾经深受官僚系统压迫的年轻人,她逮着机会,就要恶搞一下这个系统。 有一次,她从普希金那儿听来一个笑话,就亲身把笑话付诸实践。 什么笑话呢? 她派一个朋友啊,先跑到前面的小镇上放出风声,说有钦差,微服私访。 于是,大家就纷纷来到了果格里流出的皇家通道。 诸如此类的恶作剧啊,果格里还玩过非常多。 文学方面,果格里在这个阶段开始专门写两类人,一类是骗子,一类是疯子。 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果格里的不朽,我们先说骗子。 果格里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就是根据前面提到的那个恶作剧啊,写假扮官员的骗子的。 长篇小说《死魂灵》写的则是一个假扮富翁的骗子,所谓死魂灵嘛,指的就是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死去但是名字来不及注销的农奴。 骗子向地主买来这些死农奴的名字,那地主呢就不用为他们交税了,骗子就拿着这些买来的农奴名单去贷款买地,等于空手套白狼。 至于疯子呢,果格里写出了《狂人日记》《鼻子》还有《外套》三大短片。 前面我们说过啊,这三篇小说非同小可,直接影响了鲁迅、卡夫卡和托斯托耶夫斯基,从而改变了世界文学的面貌。 果格里在这个阶段创作非常的成功,但是他却神秘的决定自我流放,远离事业有成的圣彼得堡,隐姓埋名在欧洲流浪了十二年。 当年那个立志成为国家美好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少年,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满足于文学创作了,转而痴迷于宗教,想以此教化诗人。 但是,绝食修行毁掉了他的身体健康,一厢情愿的道德说教,破坏了他的喜剧天才。 他试图在《死魂灵》第二部里面树立圣徒式的人物榜样,反而丧失了现实性。 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大多是在果格里死前烧掉了。 果格里临终的时候,惨遭神父和拥医折磨数日,走得很痛苦,年仅四十二岁。 文学大师纳伯科夫写过一本专著,名字就叫《尼古拉果格里》。 这本书里他提醒读者,果格里的正确发音是高狗,而大部分英语读者呢,却错读为了勾高尔,而中文读成果格里当然就更不准确了。 纳伯科夫说,如果你连一个作家的名字都念不对,那就别指望读懂它。 不过我想,像果格里那样的天才,也许注定难以让人完全理解吧。 毕竟谁都没法把他身上不可思议的天才和不可理喻的疯狂做出清晰的切割。 也许过于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最后总是很容易就变成疯子或者是骗子的,正如果格里小说里所展示的那样。 那下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果格里那些关于疯子的小说。 我们先来说狂人日记。 日记的主人叫做波普里辛,42岁,没有结婚,是一个九等文官。 在俄国的小说里面,你经常会看到九等文官这样的官职。 沙俄社会呢,分成了14等。 九等文官不是平民,但是在官员里面仍然属于最底层的档次。 波普里辛的日常工作,无非就是抄写各种公文,每天过得非常的机械,非常无聊。 日记开头,他还没封,他主要记录两类事儿,一个是抱怨领导。 原来啊,在他和部长之间啊,还有一个科长,天天骑在他头上挑错。 波普里辛就觉得,这是因为科长嫉妒他,得到了每天都给部长削那个额毛笔的机会。 当然了,也许科长根本不在乎这事儿,但是由于日记是一念之词, 事实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 日记里写的第二类事儿呢,就是他对部长女儿沙菲的爱恋。 日记当中,对沙菲的公围啊,非常的肉麻,说他下马车,是像小鸟一样飞出来的。 说他穿一身白,像是一只天鹅,说他声音像金丝雀一样,这些都还罢了。 有一次,沙菲掉了块手帕,波普里辛竟然大费唇舌的赞美那块手帕,像是琥珀,这就肉麻的荒唐了。 波普里辛讨厌的科长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暗恋的沙菲却没什么机会碰到。 有一次在街头遇到沙菲,却是因为自己一身旧衣服而不敢见人。 这个时候,波普里辛出现了第一个疯狂的症状。 他听见沙菲养的狗美琪,再和另外一只叫做菲吉尔的狗说话。 他听了半天,发现这两只狗竟然是闺蜜关系。 美琪在请求菲吉尔原谅,说自己绝不是不辞而别,还写了很多信给对方。 波普里辛大为震惊啊,心想,还以为只有贵族才会写信呢,没想到狗也会。 波普里辛就开始跟踪那条名叫菲吉尔的狗,狗的主人是一个小姑娘,还以为跟在后面的男人对自己有什么不轨的企图呢。 没想到,波普里辛走上去对他说,我要和你的狗谈谈。 小姑娘一听愣住了,这个时候啊,狗正好跑过来,波普里辛就赶紧跟着狗来到角落里的狗窝,剥开稻草,从里面抽出一小块纸片。 正是沙菲的狗美琪写来的信。 回到家,波普里辛就读起美琪的信,发现啊,原来狗写信还真像贵族似的,拿枪拿掉,夹杂法语。 用狗眼看人,人反而显得古怪。 比如说,美琪信里面写,部长大人坐卧不安,自言自语,到头来呢,只是在等一根袋子,既不好闻,也不好吃。 狗哪里知道,其实那是一根挂勋章的寿袋啊。 美琪在信中就说了,沙菲将会嫁给一个丑陋的侍从官,这让波普里辛大为失望。 更有意思的是啊,狗在信里还提到了波普里辛本人,说他是一个名字古怪的人,整天坐在那儿学鹅毛笔,常被当成仆人使唤,长得像一只装在麻袋里的乌龟,沙菲小姐一见就要笑。 狗写的信啊,本就是波普里辛自己的臆想,借狗嘴自嘲,表明波普里辛啊,真的很自卑。 但是在日记里,狗也多次和贵族扯到一起,就等于变相是骂贵族都是狗嘛。 这又体现出了波普里辛的自大。 这种自卑和自大的结合体,是后来俄国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其实也和后来鲁勋笔下的阿Q很像。 而波普里辛幻想出狗说话写信,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独特而扭曲的精神胜利法。 波普里辛自知,和部长女儿没戏了,转而就把精力用于关心国际政治。 谁来当西班牙国王时当时的社会热点话题啊? 波普里辛为此事日思夜想,连班都不去上了。 后来,西班牙终于找到了新国王,不是别人,正是波普里辛本人。 当然哈,这些是他自己在日记里写的。 这篇日记的日期写的是两千年四月四十三日,表明他彻底疯了。 波普里辛三个月没上班,终于被请到部里签一份类似辞退信的东西。 他大摇大摆来到部里,部长在他眼里不再是什么大人,甚至不再是人了,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塞子,用来塞瓶子的软木丝。 波普里辛签下大名,写的却是费迪南巴士,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西班牙国王的名字。 众人都沉默了,波普里辛却自己跑掉了,直奔部长家里去找沙飞。 沙飞吓得倒退几步啊,波普里辛对他说,想象不到的幸福正等待着他,然后掉头走了。 但在日记里面,波普里辛接着写道,今天他才明白,女人爱的其实是鬼,而鬼就躲在男人带的勋章里。 而人之所以虚荣,是因为舌头里有一个小水泡,水泡里有一条小虫,虫子是一个理发师放进去的,理发师的幕后老板是土耳其国王,而土耳其国王的大阴谋是让法国人改变宗教信仰。 这一长串风化泥沙俱下,闪烁着尖锐的讽刺,总体却似是而非,无可名状。 果格里的艺术天才就在于,不是让波普里辛揣着明白装疯子,而是真的让他风入骨髓。 后来有一天,波普里辛在大街上遇到了俄国沙谎,大家都脱帽致敬啊,他也跟着这么做,但是并没有当众公开自己其实是西班牙国王,因为他目前还没有国王的衣服。 即使在发疯以后,波普里辛竟然还在为自己没有新衣服而阴阴自卑。 到了日记里的二月三十日,西班牙终于派使节接他去当国王了,其实是,他被抓进了疯人院。 医生在他眼里是首相,冷水浇头棍棒相加,在他看来是对于国王的考验。 此时,波普里辛开始关心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地球将要撞上月球。 月球本是德国一个瘸腿工匠做的,住不了人,只能住鼻子。 大家的鼻子都住在月球上,所以我们都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那地月相撞,大家的鼻子都会粉碎。 一念至此,波普里辛不禁高呼,舅舅月亮吧。 当然,他的呼吁只能换来又一顿棍棒。 《狂人日记》的故事基本上就这样在疯人院里面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的后续还有两个变奏,就是前面提过的另外两个名片《鼻子》和《外套》。 如果把这三篇小说像三连画一样摆到一起,你就能看得更清楚,在果格里的文学宇宙里,人为什么会发狂? 《鼻子》的情节是这样的啊,说有一个自明不凡的八等文官,叫做科瓦辽夫。 他早上发现,哎,自己的鼻子不见了。 科瓦辽夫呢,去报社登广告找鼻子,报社不相信,他去找警察局长帮忙,局长不爱搭理他。 科瓦辽夫在教堂里见到了他的鼻子,那只鼻子竟然穿着五等文官的官服在做祷告。 面对科瓦辽夫的质问,鼻子坚持说,他认错人了,然后央长而去。 前面说过啊,鼻子这篇小说影响了卡夫卡的变形剂,从构思上来说,鼻子变成大官,比人变成假虫,更加的荒唐诡异。 《外套》这本书说的还是九等文官的故事,主人公叫做阿卡基耶维奇,他省吃俭用,终于做了一件新外套。 拿到手的时候,他感觉,哎呀,自己的存在仿佛都充实了起来啊,仿佛结了婚。 然而不久,这件外套就被人抢走了。 阿卡基耶维奇就去求长官啊,捉拿匪徒,长官去训斥他,连提出请求的资格都没有。 阿卡基耶维奇随即就郁郁而终,但是他的鬼魂却徘徊在被抢走外套的那片区域,不断地抢劫路人的外套。 直到当年那个拒绝帮忙的长官晚上路过,也被抢走了外套。 长官从此对属下态度好多了,而那个抢外套的鬼也再也没有出现。 你看,把三篇小说摆到一起,你会发现,这是同一种疯狂的三种变奏,从表面的异想到内在的原因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啊,《狂人日记》结尾出现的《住在月亮上的鼻子》,到了《鼻子》这篇小说里呢,成了会自己上教堂的高等文官。 又比如说,《狂人日记》里,波布里辛对于部长女儿近乎变态的暗恋,到了外套这篇小说里,就成了阿卡基耶维奇对于外套的几乎病态的迷恋。 外套本身就替代了妻子和爱情。 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底层的小官僚,而他们疯狂也都与社会等级相关。 前面说过,果格里的祖父为了保家产,伪造了等级证明,而等级是贯穿果格里创作生涯的重要问题,他一直在追问,人的本质是他的内心还是他的衣装或者是一纸证明。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认为,自己只要穿上国王的衣服就可以当成国王了,那鼻子的主人公发现呢,鼻子穿上高级文官的衣服就比他更有资格做人,而外套的主人公也是把自己的存在是否圆满寄托在一件外套上面。 大多数文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逼封果格里小说主人公的,是沙俄腐朽的阶级社会。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答案的一半,是疯狂的外淫。 答案的另外一半,在于主人公自己的内心。 应该说,这些小公务员虽然绝不富裕,但却还是比平民过得好些的,令他们疯狂的并非是现实的温饱问题,反而是内心那个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 当一个人把全部幻想都投射到一份爱情或者是一件外套上面,就是会面临很高的风险的,因为一旦情况有变,他就不仅仅会失去一件外套或者是一份感情,恐怕还会丧失理智和活下去的理由。 也许这正是果格里作品不朽的原因,这些作品并不仅仅在批判一时的社会制度,也揭示了人永恒的欲望陷阱。 好,那现在呢,让我们再来说说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小说中的《狂人我》,我们不知道具体名字叫什么,大概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吧。 某天晚上,我看到月色很好,突然想起已经三十多年未曾见过月亮了,突然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请注意啊,月亮和疯狂这两个词,在拉丁语里面是同一个词根,在西方文化里呢,月亮总是关联着疯狂的。 所以鲁迅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小说的主人公从这一刻起就发疯了。 我,也就是这个小说主人公啊,我的封病基本上是属于被迫害妄想症,我发现是赵家的狗多看了我两眼,然后是赵贵翁本人探我的眼神很怪,而街上的素不相识的妇女和儿童也对着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我自然是要找原因的吧,于是就引出了一段快智人口的金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痴人。 接下去,我的哥哥把我关在家里,还请了一个老中医来看我,我却断定医生和痴人者是一伙的,进而推测出, 哥哥也是痴人的人,还怀疑自己都吃过人肉。 也许只有孩子还没有吃过人肉吧,于是便有了小说最后那句著名的呐喊,救救孩子。 我们看,鲁迅是在巧妙地借题发挥吧。 痴人这个题目在小说当中可以分成四层,第一层是遥远的历史,历史上当然本来有痴人的事儿,也留下了诸如一字而识这样的成语。 第二层呢,是当下的传闻,比如说,邻村因为饥荒又发生了痴人的事儿。 第三层是关于革命的失败,也就是鲁迅在《药》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人血馒头》。 无知的老百姓会去抢刑场上被枪毙的革命者的脑浆,以为可以治病。 这种痴人比起单纯的饥荒痴人更多了一层象征意义。 到了第四层,痴人这个题目才完全上升到抽象的高度,提出旧社会的人义礼教,本质都是痴人。 这四个层次不仅让小说的情节更加丰富,也让小说的主题有了层层递进的严密逻辑。 试想一想啊,如果鲁迅用考证或者是杂文的手法来写痴人这个题目的话,恐怕要么得花费很多笔墨,要么没法说得那么密密局道。 而这就是小说的好处啊,小说可以借用狂人跳跃的思维,用严谨一概,并且附有感染力的方式把问题说清楚。 狂人日记的写法,鲁迅是从果格里那儿学习借鉴来的,大到创意本身,小到比如狗,月亮这样的元素,以及救救孩子的结尾都可以看出原作的痕迹。 比较而言,鲁迅先生的狂人狂的还是比较有章法的,而果格里的狂人则更加的天马行空。 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鲁迅写小说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唤醒青年,一起冲破旧社会的铁屋子。 鲁迅巧妙地保留了小说艺术的暧昧性,秘密就在于,狂人小说的开头,还有一篇用古文写的序。 序里说,狂人早已痊愈,去后补当官了。 这才是小说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比起当个和社会格格不入的狂人,也许踏踏实实当个官,于自己,于社会,都是更好的选择。 这是小说提出的思考题啊。 什么是疯狂? 什么是理智? 什么是激进? 什么是保守? 哪一种选择更好? 答案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编撰的百科全书里,对于疯癫的定义是,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 回想晚年因痴迷宗教而走向疯狂的果格里,也许在他自己看来,一直都是在追求理性的。 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无疑比果格里更加高明,他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思想,从来不盲信。 鲁迅也比果格里更有耐心,虽然他们都想用小说来教化世人,果格里发现, 自己做不到,就把书稿复制一句。 鲁迅却不曾自暴自弃,至死都保持着战斗的状态。 鲁迅曾经这样写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聚火。 愿世上的理想主义者,都能听一听鲁迅先生的话,以免走向疯狂或堕落,耐心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路总会有的。 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儿,总结一下,《狂人日记》是俄国天才作家,尼古拉果格里的代表作之一。 日记里的主人公波普里辛是一个抄写公文的九等文官,唯一的精神活动就是抱怨领导和暗恋部长女儿。 在自知恋爱无望的情况下,他渐渐走向疯狂,先是听到狗开口说话,然后又自封是西班牙国王,终于被关进了疯人院。 小说生动描绘了沙俄时期僵化的社会体制,以及普通人生活在其中的痛苦和绝望。 《狂人日记》深刻影响了后来鲁迅先生的作品。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具有重大意义。 鲁迅先生虽然借鉴学习了国格里,但在小说的格局和社会意义上有所超越。 可以说,用更急切的情感和更深刻的思想弥补了艺术上后来者的差距。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好了,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